如果乾抹就會比較 現在這樣洗完好像還未離開 一抹就已經離開了 其實它已經卸了 Hello 大家好 我是Amae 經常都說我們就算沒有化妝 塗了防曬膏都一定要卸妝 尤其是現在夏天 我還會塗一些比較防水 油膏都不會掉的防曬膏 塗了這些其實需要卸妝 我其實小時候都會有化妝 那時候的理念是 一定要很乾淨 一定要徹底卸妝 所以在卸妝界別來說 卸妝油是最強的 卸妝油的去污力是最強的 所以以前是用開卸妝油 但我發覺會有很大問題 粉刺會越來越多 因為卸妝油是很重油份的強力 去到卸妝油 過程是需要乳化的 乳化是在卸妝油塗在上面 塗掉後 你需要用少許水 令到濕了卸妝油 然後在白色乳液的狀態 再搓一下它 才能夠真正分解油 否則隨便把水沖了 這樣會有三分粉刺和豆豆 意思到卸妝油是阻碎毛孔的話 之後我就用卸妝奶或卸妝水去代替 犧牲的可能需要兩次才能卸妝 第二就是要再用洗面膏 所以卸妝產品來說 其實沒有兩全其美 但我親身試完FG Beauty之後 它做完所有的東西 兩全其美 一 它沒有卸妝油的毛孔 不只幫我們去角質 你去完角質 皮膚也不會去黑頭去角質 第二就是它用完之後 不需要再重複洗面 即是one step all 它這個深層清潔的效果 我覺得是非常滿意 還有額外的bonus 就是它的水分性的感覺很強 我現在準備卸妝和洗澡 順便示範給大家看 這個FG Beauty是韓國品牌 韓國品牌 它在韓國很有名 很多blogger都會大讚它 它本身的品牌也有三大承諾 第一 它是全天然的 全部是油料等等 全部都是天然的 第二就是用一個專利的科技 去取取 它的專利科技是甚麼呢 就是CN27 它用這個科技去取取 它主要的成分就是千年草 即是先人掌 韓國的 這個科技簡單來說 它用低溫的處理方法 去取取先人掌 過程不會有高溫的情況 就不會破壞植物裡面的養份 它做出來的效果 保濕的成分就不會被破壞 所以它這個射完妝很乾淨 但也覺得很有水分的感覺 第三 它這三個承諾 就是它有數據 很多東西都是有數據 有報告 有證有據 即使用到大家滿意到 全部都是報告出來 總之有證據有Cert 就不是憑品牌自己說 它主要是深層清潔 還有卸妝 平時用法 它有溫和度 一定是溫和 溫和到怎樣 就是你用一下 突然潑水 可能入了眼睛 你也不會覺得刺激眼睛 不會覺得刺激眼睛 很溫和 它裏面還有千年草 仙人掌 它的仙人掌 是自己的農場 自己去養 種植 種植後 自己撮取 所以整條一條農 不是買材料回來做的 那種類別 裡面還有大豆油 還有割花碗 這些成分都是保濕成分 所以這些成分都自己種 連大豆油都自己種 用法很簡單 就是如果我平時 防曬膏 也不是很防水 防曬膏 按在乾手乾面 按在臉 十秒至二十秒就夠了 已經可以清除化妝了 我現在塗了什麼 在臉上 我扮成一個士多啤梨鼻 好像有些黑頭 還有一個深深 這個其實不是胭脂 而是唇膏 所以要卸這些唇膏唇彩 都需要很乾淨 要徹底乾淨 尤其是它用的過程 試過來才會很愉快 它是一個像萬事雷敦 但一碰到皮膚 有皮膚溫度 它立即溶化 即是很軟面面的溶化 我現在將它鋪在臉上 如果現在有彩妝 就擦一分鐘左右 擦一下它 如果你在黑頭的地方 它可以做去角質 可以去角質 所以去角質和去黑頭 如果鼻膏有黑頭 可以擦一圈 擦一分鐘 它會有磨砂的效果 但其實沒有砂 不會刺激皮膚 因為我不能磨砂的皮膚 如果有些粒粒會刺激我的皮膚 會敏感 而且會紅 這個耳如反掌 這個唇膏的位置 到這個黑頭 這些防水化妝品 是特別難射射的 如果是Mascara 可以這樣去擦它 通常我們又要再用眼部射妝遮理 射妝水 再拿一次眼妝再射 現在是一條龍 整個臉都可以用 整個臉 眼線 Mascara 那些都可以用 好了 其實這個是超防水 但你看到好像還未擦完 不用怕 它已經射了 因為第二個步驟 我們擦完之後 我們就要用乾的 你喜歡用乾的也可以 用乾的紙巾擦走它也可以 我自己用 我比較喜歡 再乾爽一點 如果乾擦 就會比較潤 皮膚會潤 但我喜歡比較乾爽 我會用濕的棉花擦 現在這樣 雖然還未走 一擦就已經走 其實它已經卸了 我濕棉花擦了 這樣就完成了 如果喜歡的 就可能 這些妝放在這裡 喜歡的可以再沖一沖水 有韓國使用的朋友 他有個分享 就是可以這樣搦完之後 剛才的狀態 你有沒有看到我們剛才沒有做乳化 不用拿水來再乳化它 已經完成了洗臉過程 有朋友可以在剛才有油的面 情況下 洗洗臉膏 在臉的情況下 再加洗臉膏 那些泡泡 再馬上洗 洗走那些東西 其實每個人用法都不同 但基本用法就是乾麵乾手 擦十秒至一分鐘 然後看見它都溶解了 少許溶解了 之後就拿紙巾或濕棉花擦走它 基本就是這樣用法 用完之後 我感覺到它乾淨得來 又是很保濕 整塊臉是很乾 很乾淨 你自己也感覺到很乾淨 然後就很保濕 入了眼都不刺激眼 我現在都沒有入眼 但其實不會刺激眼 油性皮膚擔不擔心 油性皮膚基本上都不建議用油 但這個不要緊 這個就是油性皮膚都很適用 很適用的 油性皮膚通常會怕它出油 怕它不夠水 它可以保持水油平衡 即是如果你是油性皮膚 卸完瘡之後 去掉油污 還會補充水份 令到水油的平衡 做得更好 油份就會慢慢漸 所以油性皮膚都很適用 射妝油 如果你是油性皮膚 很難找射妝膏 這個很適合油性皮膚 當然了 乾性皮膚更加適合 因為你用完之後 它裏面的千年草 是很保濕 很保水的 完全是 現在不能摸 現在我真的摸 發現自己是 皮膚是柔軟了 為何會有這個感覺 就是因為角質層 都慢慢地去 即是幫我們去掉角質 還有唇皮 唇死皮 都可以的 都可以拿去搓 去死皮 超級棒的 整件事 三合一 甚麼都慢用 用完之後 不用再洗臉 這是它自己最大的賣點 其實這個SG Beauty 不會只出色妝油 當然它最黃牌是色妝油 還有其他的 其實都是用千年草 都是用它剛才的品牌理念 去製造的Gel 都很厲害 遲些有機會跟大家介紹一下 譬如這個保濕Gel 比爐匯Gel更厲害 平時曬傷了 被太陽曬到脫皮 這樣塗爐匯 都已經很好的 但塗這個更厲害 這個就能保濕和修復 效果超一流 甚至辣傷 都可以使用 這支G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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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這個品牌 是特別買的 它可以厚膚一點 塗厚一點 就做Sleeping Mask 晚上睡覺時 第二天早上 會覺得很泵水 還有嬰兒、孕婦都可以使用 這個全系列都是純素系列 不用擔心它刺激我們的皮膚 我用完 洗完臉 剛才買完之後 那個感覺仍然不斷 洗完臉 怎樣都不當不少 好像拉著 立刻塗東西 我說了這麼久 都還未洗塗東西 完全不斷 它的磨砂功效 記住 它不是有沙粒 不是有物理性磨砂 它已經是它裏面的成份 可以幫我們去黑頭 我沒有黑頭 我現在都在找黑頭人士幫我試 看看是否真的推一下 推了幾天 你之後就會看到黑頭 就被推出來 是否很棒 卸妝可以順便推黑頭 推出黑頭 所以這個卸妝膏 我想是很久使用 只要產一很少的 它已經是在臉上 有溫度的情況下 已經立刻溶解 剛才立刻溶解 我的草莓鼻沒有了 然後整塊臉 已經可以立刻塗 我們的Lotion 然後就可以睡覺 這個保養的過程 是一個步驟 非常方便 全能深層清潔卸妝膏 全能深層清潔卸妝膏